诗篇第十篇 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站在远处? 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 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 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 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 贪财地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 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 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 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 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 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 世世代代不遭灾难 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 舍底是毒害,奸恶 他在村庄埋伏等候 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 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 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 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 他屈身敦俘,无依无靠的人 就倒在他爪牙之下 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 他眼面永不观看 耶和华呀,求你起来 神啊,求你举手 不要忘记困苦人 恶人为何轻蔓神 心里说,你必不追究 其实,你已经观看 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 为要移手施行报应 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 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 愿你打断恶人的绑壁 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 直到静静 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 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 耶和华呀,谦卑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 你必预备他们的心 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 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申冤 是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有没有 是 我 是 和 我